字幕提供 歡迎大家 收看這個黑洞食堂 我們今天來到哪裏呢? 我們今天來到荔枝角的工廠大廈吃什麼呢? 工廠大廈有很多食物 我們今天就吃這個程班醬 因為實在太多人推薦我吃這個程班醬 我們就試一下這個程班醬 究竟有沒有台灣的氣味 台灣的味道 好可惡 中文字幕君 我們放了滷肉店一個最有名的紅燒牛麵 還有一個... 老味拼盤 我們先試試老味 這群餅很有情味增 是很有溫暖感 如果你在香港很久不去台灣 可以來看看 因為他們是感受一下這個地方 他們是專門講普通話 甜不辣的味道 不夠情味增好吃 我吃到味道是 老味的汁 但又不是很好吃很香 很重口味 100分滿分 70分 不錯 吃一下肉醋飯 跟我們平時台灣吃的肉醋飯是兩回事 不同樣的 肉醋飯是很大的肉醋 好像很棒 我挺喜歡它的肉醋飯 好吃 很濃味 好吃 真的好像 情味增 肥味更濃 但做到那種 很好吃 很濃味 很濃味 這麼大塊 你看 很濃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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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人跟著我吃 情味增 這個很濃味 很濃味 整碗飯 很多滷肉醋 肉也不濃味 很濃味 情味增 很濃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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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是它的醬汁 可以混合整碗飯才好吃 但滷肉醋 沒有馬上試的感覺 但滷肉醋 太濃味 它滷肉醋 一點都不濃味 所以這個減了很多分 先炸花枝圓 這個炸花枝圓 應該沒有太特別吧 它也是炸完之後 有些椒鹽的 我們上去 先試一下 很普遍 它的外表炸雞 一點都不濃味 是 它炸完後好像煮 你明白嗎 這麼濃味 對 這個很普通 不用買 這個二蘭花枝圓 這個要32元 一點都不抵 是不抵 好像煮了 炸不到那個脆 你吃蠔大雞排 你咬它是滑滑的 它好像整顆煮的東西 但外表是炸的 是不是 加10元可以吃那個飯 然後吃那個飯 好過吃這個 這個 這個好伏 好伏 它的紅燒牛肉麵 是最出名的 在台灣 我們兩個吃過 一家最好吃的牛肉麵 就是臨東方 那些泳康 我吃過那些 我會覺得普遍 嘗嘗這個好不好吃 是不是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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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麼失望嗎 嘩 它連永康牛麵都不如 嘩 嘩 不行 這個好 吃了一個 柱下牛腩 是不是 吃了牛腩 是很常常的 其實是 超常的 這個不好吃 所以這個 螺飯好吃 但這個真的不好吃 好多 嗯 它的湯底好像很濃 但你喝下去不濃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你吃到這個感覺嗎 但是你呢 很喜歡去台灣 因為台灣人 吃東西的人 是會有點失望 但如果你說很少去台灣 我覺得這個可以的 但是 如果是愛台灣的人 吃一點不淺 很多人 你 你 你 哈哈 那你也認不得 我賣了一個杯 就是 生品圓的飲品 好不好喝 那些黑色針 對 但是好不好喝 沒有 沒有 OK 飲品 有沒有台灣感覺 有沒有台灣的鏡子 沒有 我怕 試一下我這個冬瓜茶 因為我在台灣喝的冬瓜茶 所以我挺不喜歡喝 我都覺得好喝的台灣的冬瓜茶 我試一下這裡的冬瓜茶 台灣的味道 冬瓜茶OK 我在夜市喝的冬瓜茶就是這個味 不錯這個 嗯 夠冰涼 你問我程班長 我推不推介大家吃 如果你是很想念台灣的 可以吃一下 但是你說 他是不是特意過來吃 我又覺得 你問我有什麼要推介給大家吃 除了老肉飯之外 可能我們吃的東西 不是很多款 但是我暫時覺得老肉飯 真的可以推介給大家吃 但是它的價格真的有點貴 就是我寧願 因為我們吃了166元 我寧願多加一千多元 然後去台灣吃 轉真東西 哈哈 這個比喻OK的 但是 你問可不可以推介 我覺得可以試一下 但是試一次就夠了 其他就不會再來 就是你問我會不會再來再吃呢 我就應該不會了 就是想不到會有點失望 整口滿了醬汁的滷飯 永遠都這樣拍開才好吃 嗯 好滿足 正 我們現在終於吃完這個程班長 感覺上你覺得如何 哈哈 飽啊 哈哈 純粹的feedback是飽啊 夠飽 夠飽 但是會不會推介大家 來吃下一次 你經過的女主角 哈哈 希望大家喜歡我們今集這個黑道石堂的分享 那我們下次再見 阿卡 Close 哈哈 Kid全都要笑到這麼大聲 Sorry我錯 阿卡